食商主快樂 主開心 所以這種人喔 他一輩子都在追求一件事情 快樂 我想說他在追求大 哈囉 大家好 上次講到 從兒閣走到了商官的流年 他的印沒有辦法約束他的商官了 於是就開始出櫃 開始玩了 他開始玩了 到底帶你們去哪裡玩呢 沒有啦 其實也就是去讓我們看看 他們怎麼去公園裡面物色對象 其實很可怕耶 那按摩摩的 對 我現在覺得好 對不起我爸 我都沒有好好唸書 再之後他就會 比如說帶我們去什麼Gay Bar 對 好玩嗎 然後不好玩啊 因為我們可能兩個女生啊 就跟他去 所以就是重考的那一年 對對對 糟糕了 都是商官沒有辦法被約束的時候 所以你看喔 我們一直在講一個問題 雖然他是從格 從格是一個好格局 而且又走到食神商官的流年 照理說應該要很好啊 對 怎麼都不念書呢 其實我還是要強調 他只是去加強他所喜歡的食神商官 所以他所謂的好 只是他自己心裡會覺得很開心 他舒服 對不對 他開心舒服 他有快樂這樣 對 他去追求他的快樂 這個快樂或許也是他一生的目標喔 因為他是一層格的八字 走到用神的流年 他會去追求的東西 不會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但如果他不是特殊格局 他是一個正常格局 比時尚過往 又去走時尚流年這時候的玩 就會玩出一些不應該玩的東西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不要以為特殊格局走順運 就一定會什麼考上台大 沒這回事啦 結果是一個都沒考上 但是他在追求的東西 未必是錯的 而且他在追求的東西 說不定奠定了他未來的基礎喔 喔 五成年 幾四年 再來庚五年 金出現了 也就是他重考兩次對不對 對 重考兩次沒考上之後的下一年 就是叫做庚五年 庚就是金 就是他才出現了 才出現有個好處 可以剋掉他的印 不受拘束了 印就是他從小一直拘束他的東西 然後呢 才又是他想追求的一個目標 所以他重考兩年沒考上 然後後來他去幹嘛了 我就說他的興趣是聽音樂嘛 他只要有錢啊 生活費啊 然後他就都買CD 對 CD 這些的 他就是租屋的房子裡面呢 就是沒有什麼帳戶 他就是一堆那個唱片 CD 這些的 對 他就是喜歡聽 享受 你看他兩年都沒有考上學校 對 還浪費了家裡的錢 但是後來看起來這並比較浪費啊 對 他後來呢 就是說那他不然他去找工作好了 所以呢他又沒有專長 又才高中畢業 你想想看是不是很困難嘛 不 不 不能這樣講 因為這種人極為聰明 而且學東西很快 學音樂 藝術 美術 這些東西對他講都輕而易舉啦 可是他真的那時候也沒學別的啦 不過說一句實話啦 有些人他天生的聰明才智 就不一定是學校的東西能教他的啦 他今天如果不小心考上一個台大電機系啦 他還說不定他還不喜歡呢 也是啊 就是說人生真的不知道 人真的白白種吧 對 所以說很多人在講 師神商官他代表的興趣 可能是音樂與美術 其實我跟你講未必 對 他們的興趣很廣泛 包括旅遊 包括coding就寫成是 大陸教編程 甚至是美容美髮 甚至是搖咖啡 這些都是有可能的喔 我還見過有一個老師 他專門教人家怎麼綁人 什麼意思 綁神結嗎 綁人 SM的 什麼 真的啊 我還見過一個老師 這可以教啊 還見過一個老師 專門教人家打屁股 這些都是史神商官喔 有這種的東西啊 真的有這種老師啊 真的啊 真的啊 我上網顧一下 我經常在講 我們不要把教育給僵化了啦 學上的教育東西 其實真的很有限 所以父母如果遇到孩子不讀書 就像這種 真的不用擔心啦 他格局只要好 他格局成 他就算大運走的 再怎麼不好 都不會太差 他有辦法找到他自己的興趣 所以呢 他那個時候沒有考上大學 的確而且考兩次 基本上也就沒關係啦 我覺得我的看法是相反的 我認為那兩年對他的意義重大 哦 不成年幾四年 都是史神商官啊 在更五年才就出現了 新未年才又出現 然後史神又出現 才出現 也就是他去找工作那個時間 對 然後找到目標了 找到一個工作了 這工作又跟他的興趣有關 嗯 的確 他是我陪他去應徵的 因為他就想說 哎呀他又沒有什麼專長 然後呢因為才高中畢業 對怎麼辦呢 那可是呢他只喜歡聽音樂啊 嗯 然後他又會寫文字啊 然後呢他就是去當了一個過去知名藝人 去應徵 那個他的宣傳 電台宣傳 就是一個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的小工作 而且還是我陪他去應徵的 OK 對啊 所以他就變成知名藝人的宣傳了 好厲害啊 所以他就這樣子一直做到現在 就是有自己的小工作室了 史神上官本身就是一個不能被管的人 假設他現在不小心考上了台大國貿系 嗯 進入了一個非常知名的貿易公司上班 對對對 待不住啦 蛤真的嗎 因為史神上官本身就是自由之神 他不喜歡被管啊 嗯 所以他我相信他在那時候進入唱片公司的時候 嗯 尤其是剛找工作的跟五年新未年 那時候在公司應該基本上是自由的 不用打卡上下班 對 他這個工作類型剛好是 接下去這個八字 我們剛剛講到他遇到財 就會賺錢 對不對 他 你有沒有看到他最後兩個大運 秉申兵友 對 那個申跟友又是他的財 所以他這個走到64歲申友這兩個大運 會發 嗯 嗯 但是啊 當然不是說每一年 這個可能要細看 因為秉申兵友大運裡面 如果去遇到一些會把金客掉的流年 他還是會在那幾年出一些問題啦 破財之類的 老師他一定會要我問說 不行啊 六十幾歲太久了 他現在會不會發 嗯 他應該快了喔 嗯 再過幾年就會發了喔 嗯 因為他這個八字呢 就怕財被課 嗯嗯嗯 他的財是會被課 現在甲武大運 然後那個甲會去跟耕相衝 就會迫害到他的財 喔喔喔對 所以說他在今年明年後年 今年開始的連續六年 仁鷹歸卯 假承以四比武定位 這六年木火比較旺的時候 他的彩確實是會有受傷的現象 嗯嗯 而且木旺的時候還會去壓制他的傷關 嗯 所以我相信他最近這幾年不會很得意啦 應該說這幾年剛好也疫情的關係 所以文創啦 演藝類都有受影響 可能也不怎麼樣 對對對 會生意會少很多 對 但是呢 接下去遇到了 勿生年 嗯 極有年 其實機會就會逐漸出現 嗯 而且呢 他勿生年極有年的時候 又剛好遇到的是 以衛大運 衛又是他的食神 嗯嗯 所以我甚至認為 呃 另外開創出一個新的局面 他不是現在的公司喔 嗯嗯 可能另外再開創新局面的可能性會非常大 嗯 而且真的會賺錢 哦哦 他這幾年跟勿毀萬流年會比較壓抑 嗯 要賺錢也會比較賺不到 也就是說即使賺到錢都有人跟他分啊 啊有喔他有跟人家合夥 對 他現在是合夥的狀態 對這個合夥狀態呢 到了2027年丁衛年 那時候又是以衛大運 時神一旺起來 我認為有機會把合夥人給踢開 嗯 自己獨當一面 哦 而且接下去勿生極有更需這些 而且跟金有關流年 會賺錢喔 嗯 那我就是每次都找他請 請我吃飯 帶我去 帶我去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可以靠他 嗯 但是 啊但是喔 還有但是喔 哦 哇他好朋友欸 下集分享 哈哈哈哈 那我們再解決先講到這一邊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持續關注我的更新喔 那我的八字課程 有 系統班加實戰班 兩百多個小時 一千多個案例 好好的學習 你就會知道 很多的同性戀人都是非常有才華的 謝謝各位 掰掰 掰掰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才都代表感情 但是因為才是他的用神 才有力量 他的感情就會穩定 已經是那麼嗨 好了 講